我覺得他CP值沒有很高 嗯 因為畢竟我住在五樓嘛 然後一個月一萬六千 一萬六千五 啊大小多大 上面是講五點五平 是不是有聽說之後的那個房租會在漲 哇還會在漲喔 不確定不確定 只是我們有聽說 有聽說 但是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 我覺得歌音不好 很明顯的聽到 就是外面的聲音 就歌音真的很差 現在我後面喔 這就是侯友宜的傳說中的 穩大波痞療 那在這裡最近也很多學生都在抱怨 他的租金很貴 房子的大小很小 就是大概五六平而已啊 然後每個月都要付一萬六千塊台幣 這真的很貴 所以這樣子侯市長跟總統候選人 他可以每年有多一個兩千萬的收入 房子是來住的 不是來菜 房子下是來菜 那是人在大 誇不誇張啊 然後雖然是說 那個不是記他的名字 大家也知道 這個背後的人是誰 所以爽賺 公平正義 侯友宜 居住正義還當包周共剝削學生 還每年多一個兩千萬的收入 厲害啊厲害啊 我們來採訪一下住在裡面的學生 我覺得住在凱旋苑 他其實也沒有到不好啊 就只是我覺得他CP值沒有很高 然後因為畢竟我住在五樓嘛 然後一個月一萬六千 一萬六千五 大小多大 下面是講五點五平 但對我對平數也沒有什麼太大概念 然後就是我覺得沒有到 沒有到真的很難啦 但是就是 貴 真的是蠻貴的 而且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沒有很Follow 但是是不是有聽說 之後的那個房租會有漲 哇!還會在漲喔 不確定不確定不確定 只是我們有聽說 有聽說 但是我覺得最大問題就是 我覺得歌音不好 很明顯的聽到 就是外面的聲音 就歌音真的很慘 請問您在這裡住多久 四個月 四個月 那覺得環境怎麼樣 環境是還不錯 就是 隔音這一點很差 啊!隔音很差 那水呢? 冬天有遊戲到熱水嗎? 還是只有溫水? 呃... 我覺得是溫水 因為其實我剛是洗澡澡才出門 然後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感覺太天氣 比較溫暖的時候 所以熱水是比較熱的 請問一下 你在海旋園已經住了多久? 呃...兩年 兩年 那你覺得裡面的環境怎麼樣? 就是...呃... 我是自己一個人住啦 所以對我來說空間還是很大 可是就像... 就很多人都說很貴 是真的很貴 一個要一萬多 一萬多多少? 一萬多多少? 一萬五左右吧 喔!那還真的不便宜 像越低樓層的越貴 我是住到最... 我是住頂樓的 所以你還是要爬那個樓梯嗎? 對,我要爬樓梯 裡面沒有電梯 那空間你覺得夠嗎? 一個人住夠啦 但它其實都是設雙人房 我就覺得 如果是其他兩個人住 我覺得應該是很不夠 那你覺得 在... 山下你就住得到 就是這種價格可以住得更大的空間嗎? 可以 我大一的時候就是住山下 那比起來就是這裡 就是因為太理大學比較近嗎? 對,所以才住這